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很可能是2023年 環球經濟的一頭灰犀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最近將中國經濟增長調低至3.2% 較4月預測下調1.2個百分點 明年和後年分別預計增長4.4%和4.5% 中國經濟正面對20年來未有的一場挑戰 在本刊訪問中 熟悉中國經濟的淘冬指出 中國經濟正面對多層面 錯中複雜的挑戰 經濟結構轉型 增長下行和疫情 以往舊市的靈丹妙約不在就效 過去中國宏觀管理就是管住信貸集口 當經濟過熱 就把信貸集口關一關 經濟過冷 就開放信貸 讓大家去搶 於是經濟很快就會反彈 但這次不一樣 信貸集口打開以後 企業的信心不足 不願意去接貸款 這顛覆了過去三十年 宏觀管理的模式 企業以外 消費者信心亦疲弱 他指出 一大原因是房地產引擎熄火 過去中國經濟主要靠房地產拉動 可視自從三條紅線出台 內房資金鏈斷裂 債務爆布 為了避免出現系統性風險 房住不炒是對的 但是現在房地產問題拖累經濟下行 並且由於房企有現金流危機 吸整個金融行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此變種系統性風險 以獲中央高度關注 最近出台的 救地產十六條措施 說明政策基調有所改變 為淘冬一針見血指出 這些措施與其說在救房地產 不如說在救金融 皆因政策主要落目於供應端 例如擴大房企融資管道 明確保交樓的資金來自政策性銀行 並允許多種貸款展期 在淘冬看來 從供應端舊市的黃金窗口期已經過去了 今天中國房地產最大的問題是需求不見了 因為房價只升不跌的神話破滅了 家庭現金流比過去緊了 買房的信心比過去低了 房地產是高槓桿行業 只要房子買不出去 現金流問題難以解決 他稱 現時房地產是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 甚有可能把風險擴散到整個經濟體系 房地產問題不解決 其他問題也不能解決 至於另一座大山 疫情管控 屠東認為中國的抗疫政策 正在出現微妙變化 從最新公布的 優化防疫二十條可見 中央政府一方面強調動態清零不動搖 另一方面 不同城市和地區正在根據自身不同情況 調整抗疫政策 為大家不應奢望中國會在一夜之間全面開放 而是漸進式開放 他認為 經濟更啟需符合四條件 第一 中國成功研發國產疫苗和治療藥物 第二 基層物資供應網絡相對原備 不再重演上海抗疫的錯誤 第三 改善基層醫療 增強應對感染人數上升的能力 第四 新增感染人數大幅下滑 綜合這四方面來考慮 淘東估計明年三月防疫放開的機會較大 如何平衡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經濟安全 這是考功夫的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 及2004年中國宏條 淘東軍曾作出準確的預警和分析 展望明年環球經濟 他認為全球衰退佔行佔近 2022年和2023年最大差別在於通貨膨脹暴升 全球範圍的資金成本暴障 各國都因為美聯儲極為激進的貨幣政策 而面臨著兩難困境 如果不加息 本國匯率會大幅貶值 出現進口通貨膨脹 尤其能源進口膨脹更難以控制 許多歐洲國家就是因為無法抗衡 而不得不追隨美國大幅加息 加深經濟衰退風險 甚至出現滯障 英國央行早前警告 該國將會衰退兩年 而在東方 日本和中國面對的通脹壓力較少 故能夠採取較寬鬆的貨幣政策 來拉動經濟 但亦無法避免美元升值帶來的惡夢 產生流動性加速流出 經濟雪上加上 為了 運動性加速廢